分力一擊敲出一支深遠拳雷打 桃園龜山少幫隊延續著前幾場的猛烈炮火 整場一共轟下五支拳雷打 最終是以15比0壓倒新勝利 四局擊敗同樣未成過敗擊的台東風田少幫隊 率先取得四強資格 而桃園總教練蔣平今日賽事 認為投手表現不錯 但打擊的強度仍要更有串聯性 這場比賽雖然是以15比0獲勝 但是因為在中間裡面還是有一些瑕疵 希望在準決賽跟決賽的時候 能夠把它調整回來 桃園龜山少幫隊的強棒 嘎噪跟冠底都擁有相當優異的打擊實力 但也謙虛表示還有打不好的地方 要與團隊不斷的修正調整 盡力去打 就是球來就打 就是每顆球在前面確實擊到球 拼張心 跟隊友一起拼 謝國城杯 全國少幫賽從14號開打 桃園龜山少幫隊是目前的奪關熱門 不僅投打都表現亮眼 這三戰打完更是敲出19支紅不讓 而最終奪關隊伍將取得 2018年亞太區世界少幫的代表權 原市新聞就要下麥徐環台北市採訪報導 都會有實力的雷尚 在清早的一條性 從14號開放 到15號開放